这次马龙刚才跟我们说 他从小爱练功 爱翻跟头 其实小时候身体是健全的 之所以是这样 是后来发生了什么意外吗 十年前我为了支持一起巧劫世界 倒是失去了自己的左腿 也就是说建议用为帮别人 对对对 看着舞台上伸手皎洁的马龙 可能没人能想到 他竟然是带着甲芝在表演 这个曾经被誉为 陕北跟斗王的戏曲舞声 究竟遭遇了什么 故事还要从2006年11月16号的晚上说起 那天晚上马龙在西安演出 演出结束之后啊 他和其他的几个演员 去网吧下载一些表演要用的音乐 然而在网吧待了不到20分钟 马龙突然听到 坐在他对面的同伴大喊 有人抢我手机 看到同伴追了出去 马龙也赶紧飞奔过去 到了门口 他看到几个人正在围攻同伴 为了解救对方 马龙是直接冲了上去 当时天特别黑 在一片混乱当中 马龙被持刀歹徒刺身 渐渐失去了意识 昏迷倒地 等醒来的时候 马龙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医生告诉他 你全身上下被砍了二十多刀 严重的伤势 让马龙整整三个月动弹不得呀 那段时间 对马龙来说真的很难熬 除了身体上的疼痛以外 更让马龙无法接受的是 医生说 他的左小腿神经的动脉 已经全部坏死了 可能要面临节肢 节肢 这对于跟斗王马龙来说 无异于是五雷轰顶 因为他比谁都清楚 这条腿对于他 对于他的家庭来说 有多么的重要 这条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